当播足球快讯2022年7月22日 曼城报价古居利拿遭拒绝 据The Athletic报道 白礼顿已经拒绝了曼城对马克古居利拿3000万英镑的报价 在奥力申特先真高离开之后 曼城希望能够签到马克古居利拿以弥补他离开的空缺 曼城的第一份报价为3000万英镑 但被白礼顿立刻回绝 目前谈判正处于刚开始的阶段 预计双方会在未来几天进行更多的谈判 据悉曼城愿意提高他们对马克古居利拿的报价 但如果白礼顿坚持5000万英镑的报价 他们将会退出这笔交易 上个赛季是马克古居利拿在白礼顿的首个英超赛季 在上赛季 他一共代表白礼顿出场了38次 攻入一个球 还贡献了两次助攻 白礼顿方面目前并不急于将马克古居利拿出售 但如果有一份不错个报价 他们也不会去阻止马克古居利拿离开 曼城同球员之间关于个人条款个部分 预计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并且曼城对于马克古居利拿有很强的吸引力 曼城在过去曾花费重金再引入边后围上 他们在祖欧减赛路 同埋基尔获加身上投入1.05亿英镑 但马克古居利拿 与这两名球员的情况显然在有点不同 他没有任何显黑的履历 多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记得要赞我们的短片和follow我们的频道